不得不说最近这三十而已的剧情实在是太糟心了 这许幻山实在是越来越过分了 与林悠悠的互动是越来越多 看的小编我是忍不住想骂街 剧中的许幻山本来是一个24校的好老公 但是因为来到游乐场实地考察 便遇到了这个刚工作不久的林悠悠 话说这个小姑娘是真的不知道学好 96年的她看上了许幻山这个游富之夫 又是故意跟许幻山套近乎 又是亲自给许幻山唱歌 这老男人哪里抵得住这样的诱惑 瞬间就关注起了林悠悠 并且林悠悠也是一个十足的绿茶 这一手段这一心机 真的是让人往城墨迹 总是在暗地里表露自己对许幻山的好感 比如说吃冰激凌的时候 就毫无避讳的在许幻山的冰激凌上咬了一口 间接接吻让许幻山是忍不住老脸一红 在最近的剧情中 这心机女眼见自己融入不进去 于是便使出浑身解数 竟然选择辞职 来到了许幻山居住的上海 这给许幻山却吓了一跳 口口声声说不再联系了 但是许幻山还是忍不住嫁回好友 然后又亲切的慰问 这样的剧情使渣男无遗了 君明的顾佳也在这段时间 发现了老公许幻山的异常 但是他并没有说破 而是用行动表明 自己才是许幻山妻子的不二人选 但是现在这男人的本性就是偷心 许幻山这个渣男在灵友的调缩下 也越来越叛逆 最后还导致自己的儿子许子言换上了流感 而顾佳这个时候并没有埋怨许幻山 而是选择安慰与相信 这让许幻山再次下定决心 不让事态发生的更严重 不能再与林悠悠有任何牵连了 但是这男人的嘴就是骗人的鬼 最后许幻山还是没能忍住 背叛了顾佳与林悠悠在一起了 这下不仅是灵魂上 身体上也一同背叛了顾佳 不得不说顾佳真的是好惨一女的 这天下就没有不漏风的墙 顾佳的好闺蜜王曼妮在散步的时候 偶然发现了这许幻山跟林悠悠 丝混的画面 当场就拍摄下来发给了钟晓晴 替闺蜜感到难过的同时 又恨这个渣男不从一而终 因为三个女孩当中 只有顾佳现在的感情是稳定的 并且只有顾佳是有孩子的 要是离婚的话 顾佳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 但是纸就是抱不住火 最后顾佳还是知道了 霸气首次玩这脸悠悠之后 淡定的选择了跟许幻山离婚 不得不说顾佳这样的女人 真的是太让人心疼了 许幻山这个渣男 根本就配不上她这么好的女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 请点赞关注起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